是的,当我们越亲近神,我们也放下所有人的问题,人有问题我们不需要放在心上,我们就去相信神必定陪伴我,帮助我,我不需要被人影响,他不好是他的问题。 这样的话,我们就会整天都在平稳安静的状态,越多这样亲近神,整天都亲近神,我去整天都尽量在感谢主,赞美主,哈利路亚,我整天都尽量在这种状态。 这个需要时间去建立的,但如果我们就是基本上相信神会照顾一切,这个是基本,神会照顾的,没有人能够破坏。 为什么很多人很着急呢?因为他们觉得人会破坏他们的生命,人的话会伤害他们,他们就觉得很困难,但如果我们说不要紧的,他不能破坏我的生命的,他不会破坏神的计划的,我只要听神的话,我亲近神就可以了。 所以我希望你们都整天都尽量在这种亲近神的状态,也放手,有人骂我们,我们马上在心里面说不要紧,不要紧,他是容易发露的,这是他的问题,我不是要放在心上,我求神给我机会怎样去无应, 不是要放在心上,就是说我分辨,分辨他的问题,我就知道是他容易发露,我就不放在心上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